原本受惠于疫情的关系 而衍生出来的这些宅经济概念股 那现在虽然欧美的疫情 还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 但是疫苗出来了 大家在计忘疫苗问世的同时 那原先这些宅经济概念股当中 难道它的利多会变成利空吗 那我觉得短线上它会有冲击 但是有一些所谓产业趋势它是很明确的 我觉得所谓的宅经济 其实长期来看 我觉得并不会因为疫苗的问世 而实际受到冲击 举例来说像是电子商务 其实你说没有疫情之前 本来电商它就是一个趋势 那只是说COVID-19让整个电商 可能营运是更为活络 那今天第一个谈到乔山 大家也会想到 那所谓的居家健身 是不是会受到冲击 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第一个我今天谈到乔山的原因是说 因为它过去第一个它做商用的 所以说它其实上半年 被影响是很大 但是因为乔山在这几年是转型 切入到所谓的一个健身直播的 一个新浪海的市场 那国外的一家公司叫Parenton Parenton其实它过去就是做有这种 飞轮机 然后你在家就可以做一个 线上的一个上课的订阅的一个服务 那其实在几年前也没有所谓Covid-19 那Parenton它做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会员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有这个Covid-19的推升 所谓的居家的一个健身 我觉得它是一个长线趋势 因为以前居家健身 大家想就是自己在家运动 对啊 你的什么跑步机啊 什么东西买回家 然后久了就变成挂衣服 就变挂衣服了 可能就深刻成了 然后再过两三年深袖就丢了 以前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个产业的趋势 我觉得我是看好的 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叫做直播互动的 你在家就可以 有点像跟一群人一起上课 但是你又不用外出 又有这种互动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是让健身事业有 不一样的一个转变 所以乔山切入的就是这样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看广告 这个比较代言的一个叫健身魔技 那它还有 乔山还有推一个叫做飞轮机的部分 前面有个平板 就是说它主要要做的 我觉得除了卖硬体给你之外 软体的部分 像它有成立一个所谓的摄影棚 有聘请很多的 比较网红知名的健身教练 那比如说你有买乔山的课程 买它的硬体 那你就可以每个月 享受这样的服务订阅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 第三季它已经转赢了 赚了一块多 那最近这一个月 外资也加码了一万多张 所以我们大概简单看一下乔山的现行 其实它也是从11月中下旬 才刚开始做发动 那原则上我会认为 位阶其实并不算高 那如果以本益比来看 像美国的Parenton 它的本益比已经拉高到四五十倍之多 因为算是比较新创的公司 因为这一块算是健身事业 这几年才刚开始流行的 所以我觉得乔山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也是符合未来健身事业的潮流 因为这几年很比较潮的就是去健身房 那可能过几年我觉得可能会朝向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留意 因为外资我觉得还在买 那第二档我推荐的是 算是在晶圆中上有做代工晶圆薄化的8028的生洋半导体 因为在所谓的PowerModspot 然后IGBT相关的产品的出货量 第一个它是跟电动车同步性的成长 那以生洋半导体来看 它在车用晶片的一个部分 它是打入到这个英飞零的供应链 那顺着我们在今天跟各位分享到 整个电动车产业未来的一个场线趋势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产品的需求 应该是中场级是不错 那以生洋半导体来看 最近这一个月也是投信刚加码的个 我们看一下日K线对照投信的买盘 因为投信今年 其实大概就11月底12月份才跳进来 那我会认为这样的一个买盘 应该不是至于是短线的操作 而很有可能就是着眼于说 在明年的一个发展 而且以生洋半导体的股价 也是12月份 也是刚从这个年限之下往上做一个突破 所以原本上我觉得拉回来 其实投信没有卖 你反而可以去留意现在进场的成本 第一个可能跟投信差不多 那未来在所谓的晶圆薄化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它还是很高 而且它的最大单一股东西 就是美商应材 所以原本上我觉得算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那最后一档我带各位看的也是跟电动车相关的康普 那康普因为它主要是做这个硫酸链电动车的这个材料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走一个原物料的行情 明年可能还会相当的火热 所以第一个 以需求面来看 本来电动车的一个渗透率增加的话 电池原料需求会增加 那涅价也走高了 所以说它的产品比如说链的报价当然是同步的一个调整 那以毛利率来看 第一季赚 第一季的毛利率是5.7 到第三季已经来到11.43了 所以原则上随着目前原料价格走升趋势的期待的效应之下 明年应该是还有成长的空间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技术面 下面可以放个外资 其实外资在最近刚转买 而且康普的股价也算是整理了很久之后才刚发动 所以我觉得这几两个股都算是法人有布局 产业前景不错 而且技术面上来说也算是刚从底部转强的 所以有没有真的这种技术面 真的要经过一个大箱形区间整理 然后真的潜力股当中 它后续有机会出现喷发的 那郑宏今天帮我们带来的投资组合当中 其实包括了电子跟非电子 也都是各占一半的比例 好那我第一档带大家看到的是这个1477的巨洋 好那其实巨洋在这个第三季的财报公布出来 其实是非常亮眼 整个获利指标 所谓获利指标就是毛利盈益还有净利率 那都是出现一个创高的状态 那明年的产能还要再增加15% 所以在整个状况起来 再看起来是明年的状况似乎会不错 那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对很多 不管是台湾是其实基本上还好 但是国外欧美 蛮多中小型的供应商 就是成衣啊或者是比较流行服饰 蛮多都出现广场 大家应该看新闻也会略有这个发现这个状况 那其实等于说未来在纺织业 成衣业这个甚至流行服饰业 这类都属于一个大者恒大 因为小厂都走掉了嘛 那剩下的饼呢就被大厂吃掉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时尚口罩概念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没听到 其实这个大概10月中期就有新闻出来 因为欧美人其实他们不喜欢戴口罩 所以那一般那种医疗口罩 他们戴可能就觉得说 好像就是我就是得重病的人怎样怎样 可是是有种东西他们喜欢戴 叫做时尚口罩 就搭配你的服装啊 或者说你的穿着 会有一个穿搭风出现 其实在台湾最近陆上也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都在找 有什么样的造型口罩 有颜色的 圣诞节有圣诞口罩 大家都在抢买 对没错 而且这个订单的数量其实还不少 虽然说它的防护力不像医疗口罩这么强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你有戴口罩 对这些都是有正面帮助 那所以在这一块呢 这个它整个明年的这个部分订单 听说是相当不错 那当然说相关的供应链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目前是知道说巨洋 因为它富有这个设计感的这个条件 所以会相当于传统的口罩厂 像什么那个恒大 或者是南六这一类 或者更有竞争力 更容易接到这些订单 那预估明年的EPS 好像可以到12块 年增大概有22% 所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长强度 那技术面我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其实我在找技术面的时候 其实蛮喜欢找这种 其实整理一段时间 因为你刚开始整理 不知道它是整理多少 在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量价都稳定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量 量能可以key一下 其实量最近已经说到 有点自袭量 感觉市场上好像没有人要玩它了 感觉大家都没有人在讲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 其实搞不好 就是一个筹码稳定的状态 那所以如果接下来有带量发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速度是要开始反映 所谓的时尚口罩的这个题材 那第二个 我们大家看的是 这个电动池相关的3092的这个红硕 那红硕其实 它不只是新打入Tesla概念 其实它一直以来 也都有打入这PS相关的概念 那PS4呢 在今年的第四季 它是拿下独家的供应链 等于说 但是问题是 PS4已经要卖 卖没多久了 但重点是 它打入了PS5的供应链 那另外呢 明年还要打入一个新主机市场 那是没有讲的 但是我自己去网络上查说 明年好像新款上市主机 有东西叫做Switch Switch Plus 要新上市 所以我在猜是不是它要打入 这一个Switch Plus的供应链 那我觉得说 在Tesla跟那个电动主机的 这个双题材之效 我觉得其实明年的机会 似乎是很有机会 因为 但是你有看它竞争基本面 其实机体是低 机体是低的 而且你说 那个整个货率指标状况 其实没有很好 所以就对它是一个转机的机会 那明年就是等于是个 多题材的一个助攻 那另外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技术面的状况 那技术面 其实它这件整理 好像有点偏弱势 对不对 但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其实整理过程中 其实量能也是缩下来的 那我是觉得说 大家当然说可以不用急着说 要这边去做一个进场 因为这边进场 万一真的往下破线的话 就比较惨了嘛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说 它是否可以站回月线 因为其实以它目前月线的角度来看 其实大概再过一个礼拜 就是如果会看你扣 你大概再过四五天 那个月线就要扣到那个 12月初的那根长黑K 那根长黑K 那到时候那月线就会有机会走平 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后续如果月线有机会走平 那其实有机会就 有机会再去做个转墙 那最后一档 我们来看到 刚才前面讲到自喜业的南宝 南宝其实它是一间蛮有趣的工作 它是做胶水做到全台湾第一大 而且还做到全球前三大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胶水 跟我们一般对乙伟 感觉是不是毛利没有那么高 其实也没有 因为它有一些特殊交流的东西 所以其实那个部分 其实毛利也不错 那当然说它是比较会受到原物料影响 那这边原物料刚好涨价涨起来 所以他可能观察一下 他对那个毛利的影响 那箭上呢 他整个不只是全台第一大的 这个鞋交场 那也是全球第三大 那第四季的在鞋财的部分 它的恢复 销售恢复已经回复了到85%了 所以都等于说之前 有衰退了 但现在已经回来 那它的鞋液 就是在Nike相关的鞋的部分 营收账比大概有到四到五成 所以也是非常高 那刚刚前面有讲到 像这个丰态是八成 那所以他收费比例其实也不算低的 那我最后看一下他技术面的部分 那技术面的部分 他虽然最近就是说好像也是没有什么量 也是在整理 那但是我是觉得可以开始注意 因为我很喜欢找那种量缩下来 然后没人在注意的 因为通常这种通常就代表什么 也是筹码稳定的一个状况 那它的趋势呢 既然我可以看一下周线 我们看一下 周线其实它已经回到了去年 就应该说今年疫情的起跌前的一个高点 已经准备要再创高 等于说三季以来 这个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如果说可以站稳的话 我相信明年的成长性应该是蛮不错的 好刚才谈到的是在未来一周 这个投资朋友也许可以留意 在产业能见度当中 还有现在股价的位阶 可以再留意的这些个股 那当然在产业消息当中 还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稍后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